世界最高烂尾楼 天津地标性建筑 投资700亿 117大厦为什么会成为一座烂尾楼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标性建筑 它高597米 共有117层 为什么后面都要跟着一个七呢 原来这座大厦的投资方高银集团的老板潘苏通 很喜欢读易经 认为七是少阳之数 所以整座大厦多以597这样的数字出现 整座大厦的形状秉持天原地方的构造 主题方正无棱角 上面是一个圆盘 按照建造计划 圆盘上还有一个钻石形状的屋顶 2007年 香港老板潘苏通一口气在天津购入了五块地 总占地面积有200万平方米 据他本人预测 天津这个地方 未来将会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潘苏通准备投资700到1000亿元 打造一个金融城 在这里办公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金融领域大佬 这就是中国的曼哈顿 而117大厦就是天津版的帝国大厦 按照潘苏通的计划 117大厦是及娱乐办公 酒店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 这里有酒吧 歌舞厅 证券交易所 办公区 酒店等 另外 潘苏通还准备在大厦的顶部 建一个游泳池 在将近600米的高空上游泳 应该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 整个天津市区尽收眼底 2008年 117大厦项目奠基仪式如期举行 彼时的潘苏通还是信心满满 可是好景不长 当大厦主体结构即将完工时 潘老板的资金链断了 随着全球经济下行趋势的加剧 市场资金流动性紧张 投资者开始收缩投资规模 出售资产以应对市场风险 这使得潘苏通作为一个企业家和投资者 其资产也受到了较大冲击 潘苏通可能过于乐观地 估计了一些项目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了 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预期收益 此外 他过于冒险地投资了一些高风险领域 如金融衍生品等 导致资产缩水严重 到2012年的时候 他手上只有800亿港元可以使用 而117大厦要想完工 至少还需要400多亿元 这时潘苏通心里有点虚了 可悲的是 这座大厦周围的配套居民住宅 一套也卖不出去 因为这里不是天津的核心地段 属于天津郊区 高银集团要价400元一平米 很多人接受不了 于是抛出去的资金回拢不了 最后高银集团准备将 117大厦以180亿大包出售 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盘 眼看就要烂尾时 中国信达找上了门 说愿意出资与高银集团合作 条件是等楼盖好了之后 盈利可以分50% 高银集团同意了这个方案 不过中国信达留了一手 在合同上设立了一个期限 超过这个期限 117大厦还没有对外出租的话 高银集团就要赔偿 中国信达的投资 同时支付违约金 潘苏通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变相的高利率贷款协议 连对赌协议都算不上 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117大厦不能完工 且对外出租 那么潘苏通将倾家荡产 中国信达的注资 只让117大厦上的调机 运转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由于资金链锻炼项目 又开始停滞了 好在外层玻璃已经贴了90% 让看起来它至少像一座大厦了 从网上可查 中国信达与高银集团 打了很多场关子 潘苏通的这个投资 已经成了地产行业 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案例 2008年 全中国能拿出700亿的民营企业 估计没有多少 当时国内的房地产刚刚兴起 如果高银集团拿着这笔钱 在国内一线城市多拿几块地 多开发几个楼盘 那么潘苏通现在的身价 也不必王老板少 开发写字楼也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是和金融挂钩 在我国通常都好不了 因为我国不是一个金融国家 要是在美国或许可以 去年中央还颁布了 金融行业献信令 而且对于高楼 中央也颁布了相关规定 从此以后 中国不准再建造500米以上的高楼 如今即使重新开工的话 117大厦的高度 不知道算不算违规 117大厦还能起死亏生吗 不可否认的是 这座大厦从设计到建设 都是一流的 不然也不会花费这么多的钱 如果后期政府 或者有哪个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 接手 装修一下这座大厦 还是很不错的 天津作为一线城市 治北京的门户 117大厦建设完成后 不愁没有商户入住 只不过现在 没有人敢接手这个项目 毕竟中国信达 就是前车之鉴 想要让这座大厦 以及周围居民楼顺利完工 估计还要砸个 两三百亿进去 这盘子谁敢接呀 关注阿猫 下期给大家带来 更精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